今天是新疆國社結合在好本地是客廳 每當四月份到五月份的時候 都會幾百路走到兩頓活動 今年碧潭水花路走這天一天來開走 同樣對於可以在風景有美的地方來路走 是相當高興 在碧潭風景區附近的新疆國社 這天一天來過本水花路走活動 好丁表示好好就在碧潭水花旁 在好好好本地是客廳當中 都有設計上關的客廳 所以在每當四月份五月份的時候 配合客廳幾百路走到兩頓活動 這次特別感謝的學友 你天父的支持 讓活動可以順利幾百 水安的一些課程小朋友都在上 那我們就利用四月五月份的時候 想說在水安的路邊 我們來辦一個水安路跑活動 下個月我們會辦龍舟的競賽活動 這整個活動讓小朋友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更加豐富 我自己畢業的學校嘛 我們的社區 小朋友的健康又這麼好的環境 我們希望能一直下去幫忙學校這樣子 這間小朋友 從必頓端花公道開始去走 從來年來的同學來說 這是最後一次的參加路走活動 是最重點的 雖然要走四點二公里 又專頂有同學的背叛 又加上優美的風景 每個人都是都在為自己走 堅持到地 其實跑到最後全部都是靠意志力 因為我剛剛測量一下 心跳已經跳到兩百下 結果現在全身肌肉都沒有力氣了 所以就是全部都是靠 我們要有耐力才可以跑完 然後過程中就是 沿路的壁壇的風景也會讓你 更想要的把它跑完 我覺得我跑到第二名很開心 然後我會想要跑是因為呢 我有一個同學跟我一起跑 然後他跑得很快 所以我想要在他旁邊跑 我們年紀的路走的幾個路燈比較長 年年紀最高比較低 在大小小的大哥哥出發後 換一年的小朋友來體驗 你就一年做第一名的同學 就說 可以在那些水的風景路走是非常好 知道自己是頭上走回來的時候 是非常高興 我也有看到有很漂亮的樹 還有看到其他人都在跑 然後有一個一年一班的來追到我 然後我就加樹 加到我拿著那個手環跑回來 然後我覺得很開心 我是第一次來參加第一名的 我生的同學都是拍拍串 不過都住在車窗 新疆高校表現的壁壇 水煩路走和更年來的核心 能讓你幽默的金屑 正經路走 也將確定旅遊是正在利商生活當中 給小朋友一起坐感受在大支 清晰的空氣和清山入水 現在等待新店補的